中文字幕志愿者 腾讯体育腾讯视频 联合制作的冠军直通车 一起为中国军团加油 一起为中国冠军点赞 为更好的自己点赞 全新奔腾B50换新而至 上一气点CN田密令 迎金牌好礼 大家好 我是沈玲 我是梅娜 今天我们要迎接的 这两位运动员呢 非常的幸福 对 他们是今天最幸福的两个运动员 是 一位刚刚夺得奥运会的金牌 另外一位呢 得到银牌 并且刚刚接受了 奥运冠军的求婚 公然撒狗粮 你的脸上写的是嫉妒吗 这么明显吗 能不能抱着一种祝福的态度 祝福肯定是祝福啦 对 当然了 也是很羡慕的 你将来也会有的 好不好 让我们马上去迎接 这两位运动员吧 诗情报合资 走吧 好 出发 看看 gwending recipe 这赴 тому 目标非常明确 别变哗了 咱们两个渠牌 ralop 你帮我走吧 马上直接我们在跳水断镜啦 情报盒子 你们好 我是腾讯局的主持人美娜 现在带两位上车 然后去我们腾讯的大本营 欢迎 欢迎 可以握手吗 你好 你也好瘦啊 你们好娇小啊 因为刚才美娜凌你们两位过来 说我说只有一个人吗 后来一转身是太娇小 两个人重叠了 小林老师 你什么意思 我很庞大 是吗 你稍微往后靠 你会挡信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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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开玩笑 谢谢美娜帮我们接受两位运动员 那我们请两位上车了好吗 好 好 来 一路顺风 好嘞 首先我要特别恭喜你们 有奖牌获得 奥运冠军还有银牌的夺得 另外也要恭喜秦太太 天哪 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秦太单膝归地 像合资求婚非常浪漫的一幕 我 秦太现在还有一点懵 对 我因为我觉得 一般叫太太的都是 都是比较年纪稍长一点 成熟一些是吧 比较成熟一点 那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 算了吧 难得找到一个 这么好的男人 真的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 那所以像今天场上出现的 这样一个幸福的场面 我不知道她之前 有没有跟周围的朋友们 队友们 事先买好这件事情了 有吗 后来我看这个情形 我就猜到了 有苗头的 我还没跟你说的时候 你知道了什么 我知道 所以大家是合起伙来 就是把秦太一个人蒙在鼓里 应该是超过五个人知道怎么办 没工作做这么好 那让她知道了 也没惊喜 没惊喜 完了还影响比赛 所以秦先生是十拿九稳了 他才做这个工作 秦先生是压力很大 是吧 万一你说当着全球的观众面 对啊 秦太说我再考虑一下 这是吧 就尴尬了 秦小姐别闹 哈哈哈哈哈哈 吐一下水是吧 别闹 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不敢相信 因为毕竟这么多人看着 然后直播那么多人看着 就觉得天啊 这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 其实当时翻译不来 但之后我刚才看了一个小片段 就是那个小片段 当时我就觉得原来我这么幸福 真的超级幸福 你是后来看到 我这样才回味一下 当时真的已经有点蒙圈了 那我们先让秦太稍微平复一下 我们分别来问好了 好 首先想问一下就是 我们是施婷嘛 首次参加奥运 就成功的成为了双冠王 听说你是属于那种比赛型的选手 就是比赛越激烈 你越嗨越不怕的 也不我今天其实很紧张 你看出来了吗 你紧张吗 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跳水队的运动员 每一次跳水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放心 就是随便 大家就是觉得你们随便跳跳 没问题一定都可以 奖牌通通都拿回家 我们使劲跳 可使劲的 我们是使劲跳的 但是表面上是很镇定的 没表情 但你其实内心也是 我会站到感觉我心跳 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心跳跳得特别快 那那种时候 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让自己平复下的 除了深呼吸以外 你就 就跳下去 就让自己一直跟自己说 就 因为华山一条路只能往前走 好棒 我觉得你们年纪轻轻 都是创下这么好的佳绩 那是跟平时的刻苦努力 分不开的 因为像合资之前也是意外受伤 这次比赛前有没有很担心自己 因为伤势的状况会影响发挥 有 因为确实比较意外也比较突然 就是每次大赛前好像我都有一点 受伤的意外状况 所以这次突然间受伤 确实是有一点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那秦先生有没有特别的安慰一下 就是照顾一下 他 他 对 没有我们都他没有机会照顾我 都是我们队一 我们队一把我照顾得特别好 对所以他 他照顾我就等着 从今以后吧 从明天起 从明天起 因为及时的处理还是交给队一 是比较及时和靠谱 对 真的我印象当中好像 咱们国家运动员好像没有说是比赛场上求婚这件事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对我们都比较内向保守 这还保守啊 对 这看得出来秦先生也是够浪漫的呀 所以今天有点懵吧 我有点懵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搭档在旁边一直在虐大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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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故意得了冠军来报复他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报复你主要有点动力吗 哈哈哈 是不是 人生总要是要有一点那个什么的 给自己一个支点 我可以翘起这个地球 那其实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车程上面呢 就是想跟大家轻松的互动一下 其中有一个经典项目呢 就是马上查看你们的手机 这个时候呢 请你们不要投诉这个隐私问题 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这么硬来的 好吗 就是这么硬来的 因为你们上了我们的车 哪也去不了 所以交出手机来 哈哈哈 我们想看一看你们 呃 就是有没有朋友啊 或者什么秦先生啊 发一些什么 微信 你来一些 朋友说是刷爆了呀 刷爆了 哎呦呦呦呦 各位请看 哎呦呦呦呦呦 有没有 看到没 你看看那两对 这应该是哪 那两对 那一对跟那一对 怎么感觉有点看笑话的意思 对啊 我也觉得你们 我觉得你好像是找了一个 能支撑自己的这个 哈哈哈 看笑话的一个心态啊 哇 对啊 那你们有没有准备什么时候要办 那个婚礼啊 嗯 还没想 因为毕竟求婚都那么意外 所以还没想到婚礼还要规划一下 是吗 那那个礼金想好要那个什么 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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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想好 两位数是肯定没什么问题 哈哈 两位数啊 对不对 两位数我觉得有点高啊 高啊 是不是 对吧 你们俩都下车了 你们俩下车了 50啊 50的分子钱你得出 我以为说51块钱 那真的拿得太高了 50块9毛1 50块 这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吧 秦太你的手机也要交出来 哈哈哈 我呀 我们就想看一下秦先生 有没有发一些什么 没有他还真没有 他没来得起 他全都是被那种就是 祝福我的微信被刷屏了 刷屏 有没有特别一点 没有我前面一看看到一个就是 我们广东一直就照顾我的队衣 哎你们都很爱弄队衣这一套 没有他不是队衣 他是我那个我们的那个科研人员 那天林月也在那说感谢他的队衣 因为队衣对我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真的很重要 对非常 所以不是我以为他是拿队衣来搪塞我们 这样好交差 他是 我们不是 哈哈哈 我们是真的 哈哈哈 干嘛这样 哈哈哈 所以队衣真的很重要 嗯 他也不是队衣就科研人员 那他说什么呢 呃他其实是一个一直对我要求比较高的 嗯 但是呢 他现在给我发了个恭喜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我尽力了 哦他说 他说尽力就无悔 人生除了金牌还有很多 那我朋友给我发音机说那个祝福他 我那时候我太太感动我都看过了 同时也祝你拿金牌 哈哈哈恭喜你 哈哈哈 好的谢谢 哈哈哈哎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有一些不爽 因为明明啊夺冠应该大家就疯狂的恭喜冠军 结果大家都在疯狂的恭喜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就应该都多一点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可能国外运动员觉得我们中国运动员就 来训练 完了走 也不说话 也不跟大家争 好像压力很大又很严肃 我觉得来一下这样 我觉得让你后面的比赛会 会大家的心里会轻松很多真的 对对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大家觉得中国运动员除了什么都不会 嗯 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样子 是 你认真严肃是对待跳水 就是其他方面 对啊 好棒哦这句话总结的 真的 升华了 是是是 真的升华了 好那借着这个升华呢 我马上进行下一个互动哈 呃我们有很多热门的网络词汇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泡在网上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会问问题 之后请你们用一些网络的热门词 来回答我的问题 啊 好就是往上 我想进去 对就是你的这句话中 只要带有任何的这个网络热门的说法 词会或者句子都可以 好至于怎么回答靠你们好不好 好 请分别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做一个评价 词会玩 请问你呢 我就是萌萌的 你就是萌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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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进去的 你想进去的 本来萌萌的 但是现在想进去 萌萌的加进进 萌萌的加进进 哈哈哈 你今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对 好不好 下面这个问题是问合资的 如果父母一直不断的向你催婚 你会说什么 我想进去 哎 这个好 这个好 有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他们知道有一个默默的支持和关注你的人陪她 知道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先以训练比较为重 所以从来没吹过我们 他们有一个这样子很厉害的世界冠军的未来的女婿 他们应该也很开心吧 呃 反正我的公共婆婆是特别喜欢我 是吧 对我特别好 是幸福的 好 那马上这个问题就问石廷茂了 如果在里约 你可以吃到一顿非常地道的重庆火锅 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 我能看到火锅会激动 我就不用吃了 或者是中国的一些菜啊食用 咸菜就已经很好了 豆腐卤 萝卜干 萝卜干 好那非常恭喜两位顺利过关 接下来这个挑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玩过搞笑视频呢 来看这一段 班长 你这么会抄 以后帮我抄作业呗 让你妈帮你抄吧 妈 你 你有病吗你 什么鬼啊 这个片段是电影 谁的青春不迷茫当中的一段 因为很简单 不需要出声 只是要对嘴型就好 他等一下会三二一倒数 倒数之后开始 准备 开始 你这么会抄 以后帮我抄作业呗 让你妈帮你抄吧 妈 你 你有病吗你 鬼 鬼谁没对上啊 我觉得还可以 帮我抄作业呗 我喜欢你那个白眼 自己翻个白眼自己给自己加戏 你能凭空翻一个吗 一言不合就加戏 哈哈哈哈 一言不合 这个难度性数达到了16.5 这个 不错不错耶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要回答我们热情的网友的提问了 他们非常关心和喜欢你们两个人 请两位分别来说一下 你们对自己身体哪一个部分是最满意的 眼睛吧 嗯 虽然不大但是 呃 你这眼睛还叫不大 那我们那个施亭茂呢 下巴吧 下巴 下巴 嗯 好 那一个人是下巴一个是眼睛啊 好 那请问 哎呀这个问题有一点伤感 就是在伦敦奥运会上秦凯获得银牌 你安慰他的一幕 被大家所熟知 今年里约奥运会呢 秦凯又遗憾的与冠军时事交臂了 请问你有没有安慰他 如果你安慰他 你对他说了什么 嗯 他比完下来 其实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嗯 就给他拥抱 就跟他拥抱了一下 嗯 对 那反过来他今天有没有对你的表现和成绩 有做任何的表示 他就觉得我是最棒的 而且他 就觉得我就是他的公主 哎呀 哎呀 发狗粮啊 在车上 哎呀 那有一个问题是问施亭茂的 请问 网上说你的性格沉默少言 但是我刚才 我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个聊天的过程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那个 看着我就是跳动的时候没有表情 就这么觉得 啊 会觉得你可能比较内向 嗯 可是问题是 要跳水运动员多丰富的表情啊 上到台上以后 然后说 啊 对 来了 难度系统超高的 神经病啊 哈哈哈 大家都需要冷静的吗 沉着发挥吗 鱼有酱也不错 可以调动自己 是吗 有点过了 是吧 创造一个 嗯 花样跳水 花样的年华 花样跳水 好吗 好 那这是所有网友的提问 希望你们满意两位 运动员的回答了 那我们的直通车也即将 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在这里呢 我们要为两位留下一个 纪念的一刻的照片哈 立等可取 好 请你们摆出最美的pose就可以了 我帮你们合影哈 给力量 你往前点啊 我们的空间有点窄哈 好 好 三二一 耶 欢迎 好 来 大家掌声欢迎两位运动员 欢迎 施亭帽合姿 好 那在这里大家痴心等候 就是为了跟我们的施亭帽 还有我们的秦泰合姿 来合一个影好不好 求合影 来 来了 三二一 你现在收看的是由一期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由腾讯体育腾讯视频联合制作的冠军直通车一起为中国军团加油一起为中国冠军点赞行动 新冠军派A70行动派实力佳教上一期点CN甜蜜令赢金牌好礼 所以我非常认同今天在车上施亭帽和我们讲的一段话就是今天其实赛养出现这样一个很温馨的求婚场面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运动员不一样的一面 对没错 就给人感觉特别温情 之前总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努力呀为国家争光呀然后保证心态呀什么什么的 现在就觉得就能看到他们那样就觉得心里特别受感染特别温暖 是的而且也希望他们除了好好的比赛努力的完成运动的成绩之外呢也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享受自己的幸福了 对更加的幸福 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 汇集了NBA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篮球明星麦迪白小克力比鲁普斯 还汇集了华语乐圈最当红的超级巨星吴亦凡 蒋敬夫 肖敬腾 为你呈现中国篮球历史上最专业最空前最热血的篮球视觉盛宴 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巨星开战9月10号上海宝山体育馆邀你来看 我们下期冠军直通车再见了 拜拜下期见